师傅擀面皮的手一刻都没停过 老板也忙着包进韭菜冬粉等内馅 店里招牌韭菜煎包 先蒸熟后再煎到两面微微焦黄 韭菜香气扑鼻 来店七成以上的客人都会点 为了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天然的食材 老板其实已经经过多次改良 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也有做夜班 那夜班的话你有时候你一次煎一大炉起来 你东西冷了会不好吃 那变成说我们蒸一蒸 然后在平板锅上再煎 两面煎一个金黄色这样 本来也有加豆腐干或者是蛋 还有虾皮 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 因为你又要天然豆腐干它很容易败坏 其实超容易酸掉的 除了说你加防腐剂 豆浆店最重要的豆浆 更是老板每天细心研磨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赏味期限最多两个小时 目的就是要提供最新鲜高品质的产品 为了迎合现代人多变的饮食习惯 一般传统中式豆浆店 看不到的西式甜甜圈 在这里居然也有卖 老板中西合并复合式经营 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族群来消费 你弄起来你没有处理起来 没有马上冰的话 如果说你是常温 豆浆它只要一变常温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的就要变豆花坏掉了 它变坏掉的话就是会有点结冻这样子 像我们早前是做 比如说烧饼油条就烧饼油条 比较中式的 那现在因为要融合客人年轻族群 变成你西式的也要做 等于中西合并 中西都要会这样子 为在内湖路一段与江南街口的 新四海豆浆大王 开业十多年来 三点秉持新鲜现做 不添加防腐剂 每天只休息下午一点到五点 想搞定三餐或吃宵夜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满足 也难怪深受附近居民和 双班族的喜爱 记者邮箱亭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